搭乘从朝鲜首都平壤开出的火车 中心设计者来到了朝鲜平安北道的中朝边境城市新义州 新义州是朝鲜最具活力的几个城市之一 而为外界关注的新义州化妆品工厂就坐落在这里 新义州化妆品工厂始建于1949年 继军已有70年的历史 是朝鲜最早也是最大的化妆品生产基地 朝鲜三代领导人曾多次到访该工厂 对工厂建设新品研发做出过指示 这其中就包括年产量6000吨的透明香皂生产线 工厂负责人介绍 这种香皂用天然药材与健康色素染色 色泽优雅对皮肤无刺激 广受用户的好评 记者在工厂的基础化妆品生产车间看到 这里主要生产爽肤水 护手霜 面膜 沐浴液等基础产品 据工厂负责人介绍 由于生产线流水化自动作业 车间内工人的工作强度并不大 但这条流水线的产量不小 越军能够生产近20万件化妆品 是该厂的主力生产车间 近年来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工厂产量逐年提升 据媒体报道 朝鲜目前拥有80多种国产化妆品 包括护肤水乳 精华液 粉底 口红 盐影等 两大主打名牌分别是新益州化妆品厂的春香牌 和平壤化妆品厂的银河水牌 记者在新益州化妆品厂的样品展示厅看到 一瓶朝鲜春香牌精华液 和一瓶法国蓝蔻明星产品 小黑瓶精华基底液 被并排放在十分显眼的位置 还配了一张法国BIOEC研究所测评报告首页的照片 新益州化妆品厂负责人表示 售价12美元的朝鲜产品 比270美元的蓝蔻 在抗老化方面性能更好 不过该厂负责人也坦言 朝鲜化妆品仍有需要提升的空间 为此他们曾多次组织考察团 前往法国 马来西亚 俄罗斯 老挝 意大利 蒙古学习调研 叶昌去中国 有报道称 2018年7月 金正恩协夫人视察新益州化妆品厂时 曾对朝鲜国产化妆品提出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要求 他曾特别提到化妆品的包装问题 强调化妆品容器对提高化妆品价值的重要作用 并要求厂家以各种形式 大小和颜色生产化妆品 所以现在我们的女生产化妆品 有分量的产品是不同的产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新易化妆品厂迅速推出一系列精美包装的眼影口红等彩妆 对于本国化妆品的全球化推广朝鲜人也很有自信 朝鲜劳动新闻2018年8月刊文称 无论是亚洲欧洲还是非洲 只要是女性都非常喜欢用朝鲜的春香牌化妆品 新易州化妆品厂负责人透露 2018年该厂的出口额为300万美元 该厂负责人对记者说 未来十年 新易州化妆品厂 希望能在各国都开设有春香牌化妆品的专卖店 让世界人民都喜欢朝鲜的国产化妆品 碧金、法国兰蔻和香奈尔 明镜与此外 在各国集合 给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